农村常见的楼姑被人们称为屠狗子 吃了对身体有影响吗 生活在农村的小伙伴 相信对眼前的动物应该都不陌生 一些小朋友会想尽办法将它捉来 当成玩具玩耍 它是一种全能虫 本领很高强 不仅能在天上飞 还能在地上爬 甚至还能在水中游 它的学名叫做楼姑 很多人看到楼姑这个名字可能会有点陌生 它还有一个俗名叫屠狗子 当然它并不是家禽 也不是农村土狗 它是一种体型比较小的昆虫 人们之所以将它叫做屠狗子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一种中药材 农村老人会将楼姑捉来用石灰杀死后 再将它烘干卖钱 被烘干的土狗子身体蜷缩在一起 所有的脚都紧抱在一起 看着特别像熟睡的小狗 楼姑在中国的分布非常广泛 几乎在所有省份都有分布 楼姑吃的东西很多 喜欢吃一些植物的叶片 甚至还会采食植物的根莖 楼姑喜欢钻入地下生活 它们会在土壤里挖掘一个洞穴 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解决 有的还会在里面交配繁殖 楼姑是一位动物药材 在我国入药历史十分悠久 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早在汉代的时候 就有人对它的药性做过研究 在我国有名的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 一般入药的主要都是用华北楼姑和东方楼姑 干制后的成虫 虽然楼姑作为药材有积极作用 不过它并不是什么异虫 反而是一种会危害庄稼的害虫 它在南方地区危害比较严重 特别是在产卵之后食量会变大 破坏性也就更明显 而楼姑之所以会成为害虫 主要是因为它们常年在地下活动 移动速度还很快 喜欢的食物又是作物的根精 啃食后会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 一些植物还会因为根精受伤 会导致植物缺水而死 土狗子还是农村里的天气预报员 一般来说土狗子都是在地下活跃的 如果白天突然冒出来了 明天很大概率就会下雨 有一些土狗子还会因为趋光性的原因 爬到人们的家中 由于它是典型的害虫 基本上都会被人们踩死 土狗虽然是一种害虫 却也逃不过会吃的中国人 近些年来 楼姑富含很高的蛋白质 人们发现它吃起来很好吃 已经成为了餐桌上的一种美食 这些不起眼的小昆虫 一些人不惜高价收购 市场上一斤甚至能卖到几百元一斤 那么问题来了 楼姑是害虫 吃了会对身体有影响吗 在老一辈口中 楼姑不仅能吃 还是一道养生食材 楼姑在我国南方地区 食用也比较普遍 食用方法也比较简单 油炸 烧烤就行 烹饪后的味道吃起来还是不错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楼姑吃了对人体并没有好处 反而有危险 这是因为他们的腹部和头部有一定毒液 含量虽然较少 吃多了对身体健康还是有影响的 严重的还会出现腹痛 呕吐恶心的情况 有的人吃了还会过敏 所以大家最好还是不要因为好奇 去食用这些猎奇食物 要真的想尝尝鲜 最好要掐头去尾 把毒素最多的位置去除掉 而且量也不能多吃 大家生活中有吃过这个土狗子吗 评论区一起唠唠 balance 3 2 谢谢观看